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联合国城 受极端天气影响 2018上万人死于自然灾害 俄罗斯经在红场举行为国战争胜利74周年阅兵 综合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5月9日10时 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74周年阅兵在俄罗斯红场举行 报道中 俄罗斯以及一系列俄罗斯其他城市将于5月9日举行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的阅兵 7日 俄罗斯为国战争胜利74周年阅兵总彩排在俄罗斯红场举行 据消息 35个徒步阅兵方队莫斯科时间10时开始以分裂式通过红场 参加5月7日排练的总共有1.3万余名军人和超过130件现代化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 今年 阅兵总指挥将首次乘坐俄欧拉斯敞篷车检阅部队 今年首次参加阅兵还包括俄诸可夫天空防御军事学院的女子方阵 此外 一些方阵将展示最新型AK-12自动步枪 根据阅兵传统 引领阅兵方阵的仍是将在二战时期发挥重大作用的T-34船器坦克 参加彩排的35个步兵方阵由陆军 海军 空军 空降兵 紧急情况部和爱国青年组织等组成 共约1.3万人 武器装备方阵则由阿玛塔坦克 虎式装甲车 S-400防空导弹发射车等各式重型武器装备组成 总数超过130辆 莫斯科阅兵式上展示的超过80%的俄武器力量军事技术装备型号 在武斗行动中使用过 专家指出 在战场上如此积极地使用新式设备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军队来说并不常见 1945年5月8日深夜 法兰西德国正式签字投降 苏联将当年5月9日定为为国战争胜利日 并从那时起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其中阅兵是胜利日最主要的活动之一 国际社会批评美众院通过涉台议案 综合新华社诸外记者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7日通过所谓2019年台湾保护法 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 国际社会对此表示高度关注 认为美方此举干涉中国内政 将严重损害中美两国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 联合国将继续根据有关决议 包括1971年通过的联大决议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俄罗斯俄国之声电台亚洲问题专家 亚历山大泽连科夫说 法国近期酝酿实施数亿美元对台军售 已经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 在此基础上 美国联邦众议院又通过涉台议案 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议案一旦生效将导致严重政治后果 给中美关系带来损害 印度尼西亚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 班邦苏尔约诺说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美国借薪日益扎重 试图用台湾问题来抑制中国 阻碍中国发展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 严天璐说 美联邦众议院此次通过涉台决议 必然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美方应重信承诺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避免破坏中美关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 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 美国利用台湾问题 这一中美关系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来做文章 企图抑制中国 严重损害中国人民感情 损害中美两国关系 正在走向导致严重后果的 非常危险的边缘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9日在委内瑞拉中北部 阿拉瓜州 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中 发表讲话 批评美国以幼稚的方式 实施外交政策 马杜罗针对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 28日在宣布制裁 委内瑞拉使用公司的 记者会上的表现 做出了上述评价 当天 多家媒体发现 博尔顿首持写有 向哥伦比亚派兵 5000人字样的记事本 这让外界猜测 美方可能酝酿 军事介入委内瑞拉局势 马杜罗强调 博尔顿的行为 是一场幼稚的心理战 他说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一场 由美国策划 并下令实施的政变 这场政变 违背委内瑞拉人民选举 他为总统的决定 目的是使委内瑞拉 被帝国主义力量占据 马杜罗说 自己正处在战斗的最前线 委内瑞拉将会取得胜利 在2015年5月举行的大选中 马杜罗获得67.8%的选票 连任委内瑞拉总统 但委内瑞拉反对派 以及美国等一些国家 拒绝承认 马杜罗的新任期 委内瑞拉议会主席 瓜伊多 23日宣称就任临时总统 美国随即承认 瓜伊多为临时总统 并称 美国将继续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 向委内瑞拉施压 联合国称 受极端天气影响 2018上万人死于自然灾害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 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约6000万人的生活 受到极端天气影响 1万多人死于各类自然灾害 数据显示 2018年洪水影响的人口最多 高达3540万人 其中2300万人生活在印度喀拉拉邦 据报道 受风暴影响的人口 多达1280万人 1593人因此而死亡 经济损失方面 飓风福罗伦萨和迈克尔 给美国造成约300亿美元损失 台风燕茨给菲律宾 造成约125亿美元损失 2018年 欧洲和北美洲野火造成的死亡人数 创下记录 126人死于希腊野火 成为欧洲历史上最致命的野火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野火 导致88人死亡 同时造成16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去年全球还有930万人 受到干旱的影响 其中肯尼亚300万人 阿富汗220万人 中美洲250万人 包括地震 海啸和火山在内的地质活动 则是最为致命的自然灾害 去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的1万多死者当中 约半数死于上述地质活动灾区 仅印度尼西亚一国 就有4417人死于这类灾害 从受影响人口的国别分布来看 2018年受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分别是印度约2390万人 与菲律宾约649万人 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难风险 特别代表水鸟真美表示 2018年全球所有地区 都受到极端灾害不同程度的影响 各国必须改善管理灾害风险的方式 积极采取行动 适应气候变化 减少灾害风险 水鸟真美就防灾减灾提出一些建议 包括更合理的使用土地 加强规划和建筑法规 保护生态系统 减少贫困 以及采取积极措施 应对害平面上升等